欢迎收看时刻爆爆 我是确保 每周给你最新的旅游资讯 去泰国最有名的呢 就是路边摊美食啦 曾经被CNN评选为 全球最佳路边摊美食的第二名 品尝美味在地小吃的最佳选项 但是对当地的市民来说 占据人行道和道路的情形 其实造成他们生活上非常的不方便 尤其是在商业区和办公大楼区 让许多上班族难以通行 特别是星期一交通状况更加混乱拥塞 因此呢曼谷政府从2015年开始 有了星期一不准摆路边摊的规定 所以到曼谷旅游的时候 要记得避开星期一哦 除此之外 雪宝也要推荐给大家 曼谷三个必去的路边摊 第一个呢就是市隆路 曼谷的核心商业区 大部分的曼谷的银行都设置在这里 有许多国家的大使馆 也都在附近 市隆路呢是曼谷国际化的街道之一 被称为曼谷第五大道 推荐白天来这里观光 有四样必吃的食物 泰式饭团 猪肉丝糯米饭 曼谷莲花仪泰式煎饼 亚明蟹肉面特大虾饺 一定要来品尝 最正宗的平民美食 第二个呢是耀华利路 是泰国的唐人街 街上有好几摊专门卖鱼翅燕窝这些高档的食材 不只是在餐厅连路边摊都吃得到哦 以及最有名的正宗广东炒面 想起来就流口水了 如果想要更加方便的话 建议可以参加都督车的美食导览之旅 整个车队呢会带你一起夜游曼谷街头 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考山路啦 考山路呢是因为海滩电影而必须爆红 主角呢是我最爱的李奥纳多迪卡比欧呢 他曾经留在这里 所以雪宝呢也有去过考山路 也不只雪宝而已 也非常深受欧美观光客的喜爱 考山路严格来说其实不太算是一个市集 在这里其实被称为是背包客的天堂 一眼望去美食夜市酒吧伶俐 充分展现出曼谷多彩多姿的夜生活 还可以体验一下泰国特有的昆虫盛宴 以及吃辣能力的送丹 在曼谷享受美食就是这么便宜尽人 让人陶醉在这种小小放纵的氛围里面 最后呢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哦 我是雪宝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